维克多余果曾说过,我是世纪的儿子,这可不是一记轻易就有资格说的话,你得确实经历过一个世纪才行。 他呢,从1802到1885年,他用83年的人生,见证了几乎整个19世纪。 他经历过从宝宝主义,波拿巴主义,自由主义,到民主共和主义的过程,动荡的时代,造就了一位伟大的斗士。 余果的漫长一生,似乎注定是万人所仰慕的天才与钱才,心中那朵早开的诗歌之花,这样15岁的他被法兰西学院赋予了神童称号,而获奖作品不过是他即兴的一回而就罢了。 此后的小说、戏剧、文学批评、展文等创作,这样他的一生始终都有杰作涌现。 1827年,余果发表了运文戏剧《克伦威尔》,尽管戏剧没有上演,余果为戏剧所写的长序《克伦威尔序》,却成为了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论战的理论标杆。 许言确立了浪漫主义的两大原则,怪诞和对照,它们也成了余果一生作品的鲜明特点。 余果的怪诞是对古典主义为高贵优雅世尊的反叛,他让丑恶得以与优美一起,成为艺术共同的表现对象。 戏剧《欧纳尼》是一部荒诞之作,让身为粗鲁强盗的欧纳尼成为戏剧的主角,触动了古典派的脆弱神经。 戏剧上演的时候,台下坚持比台上更精彩。 余果的支持者穿着西装衣服组成拉拉队,而偏激的古典派从剧院屋顶下下扔各种垃圾,连巴尔扎克都吃到了一个白菜根。 贺彩生与贺道彩生,这是此消彼长,赵玉龙。 用滑稽的方式宣告着浪漫主义对战古典主义的胜利。 事实上,如果再怎么怪诞地描写丑,也只是为了衬托美,再怎么叙述恶,也是为了突出善。 由此也就自然形成了一种对照,不仅戏剧,小说亦是如此。 九三年中,朗德纳克是个杀人如麻的叛军首领,当他被围困在堡垒中,竟丧心病狂地劫持了三个小孩做人质, 声称一旦堡垒被攻破,就放火将他们烧死。 最后,堡垒还是被攻破了。 他点燃火线,欲让孩子们葬身火海, 把孩子们母亲的呼喊声, 我的孩子,救命啊。 竟然打动了这个十恶不赦的罪犯, 让他情愿以被捕处死为代价, 反身回去将孩子们救了出来。 如此邪恶之徒,在命悬一刻时, 却又爆发出了惊人的善,多么鲜明的对照。 而其他小说,巴黎圣母院,悲惨世界等, 也无不是在对照中刻画人物。 而于果,能躋身世界一流作家行列的重要原因, 还在于他作品中的斗争精神。 他说,人活着就要斗争, 所有作品都是他斗争的武器。 他在诗歌集东方集中歌颂希腊人民的解放战争, 在惩罚集中将拿破仑三世赤裸讽刺为盗贼, 预言他的第二帝国必将灭亡。 尽管这强大的反抗精神, 让他成为了拿破仑三世的通缉对象, 在海外流亡了十九年, 才得以返回祖国, 但他从未失去斗志。 而人民也深爱着这位伟大的叛逆者。 1885年5月22日, 于果与世长辞, 成千上万法国人从四面八方赶来高唱马赛曲为他送行, 用埋葬君王的仪式来埋葬一位作家, 这在法国历史上不曾有过。 尽管于果是法国最伟大的诗人, 但他的小说似乎更受欢迎。 抢完金币, 我们就去看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啦!